这应该是本赛季云中军最恶心的玩法 只需要三分钟你就可以抓帮对面 可以看到这一把敌方米月是个编程玩法 因为更新的黄刀嘛 这个赛季呢 很多编路都喜欢这么玩 那么一开局咱们去治他一下 大家好 我是老猪 老规矩啊 这把的装备和迷文都会在视频最后 一般来说编程的话 开局会拿一个河蟹 因为队友老父子走错了分路 咱们只能是自己蹲一手 因为玩的是云中军所以无所谓 但要是其他打野的话那就不行 这里先等米月二技能交掉之后 咱们再考虑去A他 不然被他二技能练到 他要是再往野去跑 获得一个伤害减免之后 那么胜负就会很难说 而这里他由于没有技能只能跑 那么这个一血咱们也是很轻松的收下 所以对付编程你就这么打 一般来说拿个一血是很容易的 因为上路编程出了米月 其他人的话你像白起猪八戒还都是个近战 带了成绩之后都没有什么位移 抓起来很轻松嘛 但是一般来说老猪我这个云中军啊 不送一血我都不会玩 就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 那这里咱们也是特意过来送一个 还是要给对手一些希望 不然六分头了你玩的有什么意思 死掉一次之后 感觉自个儿浑身都很自在 咱们这一次要好好照顾一下敌方李白 这里不小心露了一个视野 就是进草丛之前出的敌方头像 那也只能是改偷袭为强攻了 李白这一波由于没有什么技能 这个时候咱们A就完事了 大招一个小鸡飞配合队友送兄弟上路 紧接着下路看一眼 敌方法师已经去了下路 前去支援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那么这里咱们就不要去了 在蓝buff这个草丛里面一等 等西施回中的时候咱们再抓一下 这个墨子一看就很狗 居然瞄总了我的意思 还给我发个信号大招已经好了 就这个情况你用个什么大招呢 你二二七零一控他不就完事了吗 说狗还是你狗还可以我一个头 现在的墨子都是这么玩的吗 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那这样不行 这个人头我要k回来 因为我云中军是个前世英雄 前期没有经济的话根本就玩不了 而前期要是有经济的话 那么云中军的效果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朋友们啊 k头真的是逼不得已 真的是形势所获 要不是这个赛季云中军的强度很低的话 我再狗也不至于这样 下路开始做麻将 这个二人组是怎么回事啊 一直出问题志愿都来不及 但是幸好咱们这个英雄算是跑的比较快 热乎乎的虽然赶不上了 但是不慌最起码还有口吃的 这里这个太乙先不要管 你一定要先去打c位 云中军的收购能力很弱 你先去打残血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敌方c位反杀 但是你先打c位的话 那么结局就不一样了 这一点咱们一定要记好 打野可以秒c位 但是c位也可以秒你 有机会的话咱们吃个暴君帮队友补充一些经济 对限期的时候比的可能是操作 但是团战的时候虽然说配合很重要 但只要你经济高效果也是一样的 可以打精进碾压就没必要搞什么完美团战了 这里通过小力图发现李白的位置 视角偷过去看一眼他身上没有蓝buff 他这个蓝buff还没有打 所以咱们可以提前埋伏一下 这个时间点李白性能的速度不会太快 但是也不会太慢 稍微等一下不要太久 这样咱们就有机会连人带buff一起收 而且刚打完buff李白应该是没有技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随便上都不需要你有什么操作你a就完事了 没有技能的李白他跑都没法跑 这里接下李白之后先稍微撤一波 等一下技能cd咱们再下路抓一手 下路这一波的话咱们需要月塔 所以先不着急 先等一下中路 但是对面这个残血怎么就这么有诱惑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直接忙一手 去得快一点咱们就可以k个头 但是恶火他已有个复活 这一点咱们之前没有想到 这一波很难受啊 月塔没有收获就算了 还送了一个头 但是不要慌 咱们继续来针对一下李白 这里李白出现在了上路 本来是想蹲一手影子 但是这个李白警惕器很高啊 他没有选择回来 一技能扑了一个空 而且被小兵a了一下 解除了飞行状态 落地之后的话 这一波打是肯定不能打 也去咱们也不敢进 稍微原地等一下 怕这个礼拜有点东西 等下蹲咱们一手 给他反晒了咱们就亏大了 稍微等一下被动起飞之后咱们再去 这个礼拜刚才去中路叫了一技能 那么小猴子这就不好意思了 你无理呀 这一局前期这么顺 装备起来之后 这一把不得乱烧哦 这里等一个被动 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拿个主宰 从而把优势进一步扩大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步稳了 个鬼 天有不测风云 难受 香菇 音乐旗